今天将讨论一种我认为最不健康、最不利于减肥的食物 你可能经常吃或偶尔吃点 在开始之前,我很好奇你认为最不健康的食物是什么 请在评论区留言 下面让我们看看这种食物具备哪些特点 第一点是它在高温下将淀粉和脂肪结合在一起 俗称糖油混合物 这将产生高级糖化中产物 一种在你体内真正变得粘稠的化合物 会锁住眼睛、大脑、心脏、肾脏中的各种细胞和组织 使这些组织无法正常运作 糖化血红蛋白就是其中一种观察指标 第二个成分是氢化油来自棉子油或氢化玉米油等 这意味着有反噬脂肪 反噬脂肪非常糟糕 它会让你的细胞像塑料一样使动脉硬化 下一个是丙吸鲜案 有多种产生途径 其中一种是当你油炸某些淀粉食物时 在高温下产生的丙吸鲜案是一种神经毒素 它会影响神经元 第四个成分是糖 在美国大部分糖来自转基因作物 我们都知道糖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 但甘蔗中的糖和实际你吃到的糖不同 现实中吃到的是甜菜糖 葡萄糖等人工添加糖 还有另一种类型的糖 麦芽糊晶 它甚至没有被归类为糖 通常放在碳水化和雾下 看起来像是低糖的 但在生糖指数上麦芽糊晶是最高的 麦芽糊晶一般由大米 小麦或玉米制成 然后是含草甘蔺的化学物质 用作除草的东西 它多与转基因食物有关 某些食物上喷洒了很多草甘蔺 但我不会告诉你到底是什么食物 草甘蔺也广泛用在燕麦 扁豆 大豆 小麦 土豆 甜菜和玉米上 如果你研究草甘蔺文献 会发现他们说 这对人类非常安全 只对微生物不安全 他们还获得了将草甘蔺归类为抗生素的专利 既然草甘蔺能杀死微生物 而我们体内或体表同样有大量的微生物共存 你还觉得草甘蔺对人体无害吗 第六个成分是种子油 来自玉米 菜籽 棉花籽 大豆 花生 红花或像日葵 或者些油的不同组合 然后在非常高的温度下使用它们 如果你在餐馆买这种食物 他们会用这种油反复煎炸 你不知道会用几周还是一个月 最后 这种食物通常伴随着番茄酱 你能猜出它是什么吗 答案就是炸薯条 番茄酱的好处是它看起来是一种蔬菜 但很多番茄酱基本上是高果糖玉米糖浆 大量食用可能导致脂肪肝 还有其他人工代糖 我不知道为什么它们必须在高果糖玉米糖浆上 添加其他糖 或许是调味 它们还添加改型玉米淀粉 另一个可以飙升血糖的东西 改型玉米淀粉通常是味精 一种增味剂 顺便说一下 味精同样再次增加胰岛素 所以炸薯条同时具备高级糖化中产物 反式脂肪并吸鲜案添加糖 草干绿反复煎炸的油 欧米达6脂肪酸具有很强的粗盐性 当然也会在上面撒一点盐 一般不是海盐 只是普通的氯化呢 通常含有铝 虽然有很多不好的食物 但我认为最不健康的 就是炸薯条配番茄酱 有点讽刺的是 如果你搜索最致癌或最不健康的食物 在谷歌搜索中 排名第一的会是红肉和加工肉类 这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 当然没有人只吃炸薯条 他们通常还有汉堡包和小圆面包 以及额外的东西液体糖果 对不起 是苏打水加高果糖玉米糖浆 所以与其让你更沮丧 不如让我们看看 你应该关注的健康食物 请参看这个视频 对应 好 好